不論你是網頁設計工程師 或是APP的設計工程師 以往如果你想想把圖像做成一個大概的demo的話 需要花多少時間呢 基本上你都要歷經設計圖像 再把圖像轉化成HTML檔案 或者是APP的設計的介面 現在呢你只要用很口語化的內容告訴AI 就可以直接完成這樣的UI設計唷 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要怎麼快速產生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就有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前兩天呢 Google在今年的IO大會上呢 發布了蠻多東西的 其中有一個東西蠻吸引我的注意的 這個工具服務呢 叫做 這個工具是用來做什麼呢 它主要就是可以讓我們用口語化的方式來生成UI的介面 甚至呢你知道詳細的描述 你在這個頁面上你想要怎麼排列 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 或是每個環節 你想要怎麼呈現 你可以詳細的呢 寫在Prompt裡面去生成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用很簡短的Prompt 讓他自己去生成 這個也沒有問題 基本上呢我覺得有很多UI工程師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飯碗呢 因為這個工具 未來可能會取代你的功能喔 往下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工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吧 Go 好這邊呢我們直接用Stitch這個網站來 快速做一個demo給大家看一下 他到底可以做些什麼東西 做出來的東西呢 跟我們現在一般的AI呢 到底差別又在哪裡 好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 Stitch呢 他目前是 Beta的版本 雖然他在Beta版本 但我覺得目前已經算蠻好用的了 對於UI設計師來說的話呢 他已經是可以幫你更有效率的達成 前端的結構需求 或是設計的需求 好首先 我們如果要使用他的話 跟一般的AI使用差不多 他就是用聊天 一問一答的方式 然後來取得一個 設計的草圖 比如說像這邊 是可以描述你要的設計內容 這邊可以切換 你是要設計手機相關的內容 或者是 Web相關的內容 然後輸入完之後再按Generate就可以了 那右上角這邊呢 有兩個可以選擇 一個是標準模式 一個是實驗模式 那實驗室模式 主要呢 是多了一個 可以上傳圖片的這個功能 你可以上傳一張 別人設計的內容 或是別的網頁的截圖 甚至是App的截圖 然後告訴他你想要參照這樣的內容 然後來呈生一個 你自己想要的結構 那我們這邊呢 先用標準模式 來試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呢這個指令對 大部分使用AI的人來說呢 最大的困擾就是 不知道指令應該怎麼下 才能下的比較好一點 讓這生成的東西 比較有品質 AI生成出來的內容 品質到底好不好 最大的關鍵就是取決於你的 Prompt到底下的好不好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下 你可以先到 ChartGPT來 然後請他幫你生成相關的指令 比如說我們今天想要來做一個 農產品市場的 網頁 主要是電商網頁的demo 那整體我想要綠色風格啊 簡約啊大自然感 那如果你有更詳細的結構 比如說從上到下 想要怎麼安排 你都可以 完整的把它寫在上面 然後讓他再去產生細節的 Prompt 我們這邊把它送出 然後讓AI先來產生 Prompt的部分 他這邊有分中英文版 那目前這個Stitch呢 你給它中文英文 它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這邊呢把Prompt呢 貼上來 然後我們選擇 Web Generate 把它按下去 讓它去產生這個設計 接下來你看它這邊就開始運作了 我們只要等這邊 生成出來就可以了 好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大概30秒左右 就已經生成完了 那生成完之後呢 這邊一個edit 跟一個複製到Figma使用 Figma這個服務呢 也是可以直接去 編輯 相關的內容 你可以按這個複製之後 到Figma直接貼上 然後就可以去再編輯這些內容 這個呢 看起來好像 跟我們 平常丟到AI 去生成圖片 做範例 好像看起來 沒什麼兩樣嘛 但事實上呢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不是只有單純 像這樣的 UI設計 產生而已 我們來點一下這個頁面 點任何一個地方 它會出現像這樣的畫面 這邊右邊一樣 一個是Figma 可以直接複製到那邊去使用 另外一個呢 是Code 點擊Code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它就變成這樣的模式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直接 把這個Code複製下來 所以呢看到這邊 懂的人應該懂了 你看這個呢 設計出來的 它並不是只有一張圖片而已 而是直接一個網頁給你 你甚至呢 你看我這邊 複製完之後 我呢 可以把它貼到我自己的記事本來 然後我們把它儲存成 index 檔案 好儲存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呢 去讀取這個網頁 離線來開啟 你看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做的那個頁面 直接就可以demo了 所以呢你如果客戶需要demo的話呢 你不一定要給圖片 你可以直接給它像這樣網頁的感覺 然後像這個滑鼠指過去都是可以變換成指標的 這樣的demo會比起單純只有圖片呢 來得更直覺一點 因為你看它可以像網頁這樣可以直接去滑動 那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如果你是一個網頁設計師的話 產生像這樣HTL檔案 接下來我們下一步要怎麼運用呢 通常我們就可以直接做套版嘛 就你可以把首頁做完 內頁做完 分頁做完 說明頁做完 或是關於頁面 都把它做完之後 一個一個再去套版使用 那就變成一個正式的頁面 套版的部分呢 這邊來教大家一個 蠻快速的方法 我自己試過 也算是可以的方法 之前有教過大家呢 用Trade這個工具呢 可以來 設計App 或是設計網頁 甚至呢 是直接結合 MCP 來打造像是 旅遊規劃 頁面 這時候呢 像我們剛做出來的 這種HTL 我們也可以用Trade 這個工具 來把它打造成 比如說WordPress的布景 你可以呢 像這樣下指令 把index.htl的 css先分離到 styles.css 把index的製作成 WordPress布景的 index.php 那你只要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告訴AI 他就會開始製作 然後把你這個index呢 直接分離出來 然後變成 WordPress的布景 假設你今天有多個頁面好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來打造 每一個頁面 那就會比起你自己 套版呢 來得更快很多 好然後像這個呢 其實要等蠻久 你看像Trade他很容易排隊 給他看一下我剛做完的這個範例 長這樣子 你看他直接呢 把我裡面的index 檔案全部拆分出來了 然後變成一個WordPress 布景的這個內容 包括裡面我都有去檢查過 那個韓式呢 他都有幫我套用進去 那使用起來呢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你只要再做一些調整 以及修改 就可以使用 所以呢你看 我未來呢 如果想要設計一個 WordPress的布景 我只要到Stitch這邊 先用口語化的方式去生成 我要的內容 那你想要修改哪個部分 可以在左邊這邊 跟他反覆的修改 這個頁面的內容 修改好之後 你再把它儲存成 HTL 然後來demo看一下這個 畫面感覺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再到Trade 去生成成 WordPress的布景 然後生成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在Trade那邊呢 再去調整更細的 細節 特效 或是網頁切換的效果 這樣很快就可以打造出一個新的布景出來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第二個 實驗室的功能 實驗室模型裡面呢 它可以有這個 圖片上傳的功能 好比如說呢 我從網路上隨便找了一個 記帳軟體App的截圖 然後把它丟進來之後 告訴他說 設計一款記帳軟體App的這個界面 參考圖片的結構 以及風格 然後呢我來試試看 一併生成整個記帳流程圖 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蠻厲害的 我們來試一下 用這樣的指令 它會生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好他這樣就設計出來了 其實大致上的結構 跟我剛剛提供給他的是蠻像的 只是呢 像如果想要讓他直接生產出一個整個流程的 記帳的App的界面呢 他還是只會先生成一張 雖然他一次呢 只能處理一個界面 所以大家如果在製作的時候 可以一個界面一個界面 慢慢的去產生 以及設計 接下來每個界面呢 如果想要調整內容的話 你可以 這邊單獨的再告訴他 你想要調整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來改一下 最下面的新增按鈕 改成紅色 好讓他去調整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呢 只是想要改一個最下面的這個按鈕呢 變成整個都亂掉了 這個呢我就是因為 貝拉版的關係吧 貝拉版目前真的是 不太強 就還是有時候會有些 出錯的狀況 不過有時候呢 修改都蠻正常的啦 我今天其實有試過 如果只是單純 我想要修改 比如說這個界面的 某一個部分 那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個我覺得還好 就是隨著AI的 演算法 大數據庫裡面呢 越來越多數據去訓練 以及調整優化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以後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啦 那使用上 我覺得 算還不錯 雖然他只是貝拉版 但功能呢 我覺得已經有個 七八成像了 相信未來這個呢 應該對蠻多設計師 是蠻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下 Prompt 除了Toyachat GT之外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 Prompt Guide 你就可以直接去 從這邊 看一下 他們大概是要怎麼去 調整這些 Prompt 然後讓你在產生的時候 可以有 更好的這個內容 以及品質 看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這個 UI設計的 AI功能 非常的酷呢 你只要用 一句話 或是簡短的幾句話 就可以生成一個 App的介面 或者是一個 網頁的介面 甚至呢 你可以直接複製他的 HTN的語法 下來直接使用 然後再搭配其他工具 就可以產生對應的網頁 或是對應的App的介面 出來了 具備用像以往呢 你要先做圖像 再把圖像呢 分割之後 然後套用到App 或是套用到網頁上 然後再去撰寫 對應的HTN語法 或者是呢 套用對應的PHP程式 等等 整個步驟呢 可以簡短很多 也可以增進很多 前端溝通的這個效率 雖然目前這個Stitch 還在Beta中 可能還有很多問題 要去修正 不過你知道的 AI在進步 真的還蠻快的 或許呢 經過個幾個月他就可能變成一個很厲害的正式版本喔 所以在他變得更厲害之前呢 大家就要開始學習要怎麼去善用他 活用他 讓你這個UI設計呢 不是只有UI設計 而是可以搭配AI來輔助之後 增加你的效率 或者是有 更好的溝通管道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如果喜歡更多AI相關的教學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 要跟他講蝂團 Muito… 啦 下次見